你好 酸得我心 这个菜现在还真的有人在哭 据说这个雪衣豆沙 有一个名称叫做东北马卡罗 大家 这是中国食物 中国食物 什么味儿 非常好吃 它的标志性动作是笋脂 刚才我们吃到特别好吃的雪衣豆沙 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个雪衣豆沙一定要顺时针 按一个方向走 每分钟180度左右 这个速度才能把它 在夜打发泡起来 就这样一直打 对 打三分钟 一定要不要停 中间不要停 它这个很费时间 一个功夫才能 所以我们下期待 在夜市中的词匙里面 带来自海警的词匙里面 这一份词匙里面 是一份词匙里面 你会找到你 是一份词匙里面